我只是听周芳跟我说过你 说你没认识很多年了 上大学的同学是吧 从大学到现在 差不多有十年了吧 那么多年了 那你对他应该很了解啊 算是了解吧 但是这么多年了 说真的啊 那你对他应该很了解啊 我没见过周芳看一个人的眼神 是这样的 从他看你的时候我就知道 他一定喜欢你 所以我呢 其实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不想让自己后悔 就白白这么错过了 说真的啊 开始的时候 我确实是放不下 但是现在我放下了 我听周芳跟我说 你们俩在一起 他活得很自在 是他自己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 三观契合吧 羡慕你 这些我倒是没听他跟我说过 对了 你来这儿 是谈融资的事了 谈融资的事 还有我们公司股权转让的事 万峰的事我听说了 这个圈子很小的 消息传得很快 苏老板这件事没少下功夫 都传到你这儿来了 他再下功夫 也有他视力范围波及不到的地方啊 他再厉害 也不能一手遮天吧 对吧 说真的 我手上有不少非常好的海外资本的资源 这海外资本呢 和我们内地资本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 你不用考虑那么多的人际关系 是 最近段时间我也在考虑 要跟海外资本合作 巧了 这方面我是专业的 所以办起事来肯定会更有效率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当你的独家FA 你给我当FA啊 你别紧张啊 我没什么别的目的 一呢 我是觉得你人不错 二呢 咱们又这么有缘分 其实 重点的重点是在于 你们公司的股权确实是很优质 所以我不做也一定会有别人来做的 好啊 咱们来也算是熟人 而且在这个时候你愿意帮我 谢谢你 客气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